因为到现在已经四个多月快五个月了 就是我们还是没有听到任何关于影音下落的消息 确实等得太着急了 学校和当地华人其实对我们的帮助都特别的大 我们最可能是不幸中的万幸 就是我们来到小米这里有这么多人的华人来帮助我们 其实我们完全无法想象 如果要是没有其他人帮助我们 我们该怎么过下去 阿姨对你来讲 对阿姨是想帮 真的我想杀了她 我真的很难受 就是我有点这样的小话 但是我还要一想 那时候她妈妈会来 我想跟她妈妈谈一谈 她妈妈也是一个到一个妈妈的 心里也是很痛 对阿姨是想帮我们女的日子 希望我想让她妈妈给她孩子好好的谈一谈 小的一点就是能她从小就知道努力学习 长大了 而且是有一些对家里人 还是社会上的人有一些爆炸性的这样子 我最难很难过 晚上睡觉到时候 现在已经没有睡觉了 一直在做梦我的女儿在哪里 我女儿就无缘无故地跟她 因为不跟她类似 无缘无故地跟她伤害掉 你说这个属于 她就说说我们她的接受得了 是不是 在这里完全像大一年一样的 是非常难受的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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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